大家好 我是五仔 跟大家講時政的這一節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每個小時有新的影片更新 這集說什麼呢 大家好 我是OK仔 新一年有什麼新的願望呢 很多人可能會受疫情的影響 自己傾盡家產 有些人會說 現在負資產 樓價跌 早知道排隊上公屋等等 新一年有些新的數字告訴大家 關於公屋的 之前跟大家說過 有些夫婦月入五萬 她竟然可以住公屋 還說不夠用 在這裡曬命 頂你個肺 我經常都說 是不是政府要嚴查那些富戶 更早點踢他們走啦 有錢就 很賺人啦 OK仔 你說話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最新的數字 指出新一年 有十幾萬單身的人士 苦等十年都上不了樓 萬一 正所謂你人又老 又沒有老婆 子女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白沒有 想著找個鬥吧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早早要排隊了 分分鐘你又18歲 等到你28歲 等到38歲都還沒上樓 那就真是很噁心啦 那時候也不知道怎麼辦 真的呀 試過也之前說到有單身人士 窩居了41年 嘩 上不了樓 還沒排到41年 你想想自己計算 他18歲 排到60歲 都還沒得 都還沒得 真是怎麼搞呢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訂閱頻道 5元K Pay 傻毛廣告 多謝大家支持 現在有很多影片出的 好了 講到這個話題 不知道大家身邊會不會有這樣的朋友 申請了公屋很多年 他一個人 又找不到女朋友 不要說結婚生子那些東西 又想找個鬥 但是始終一人單位比較申請得難 這件事就一直都出了名 我自己都比較了解這件事 但是想不到 最新數字指出 現在有十幾萬單身 不一定是寡佬的 可能女士也可以 等了十年 都上不了樓 有地區人士 現在希望大家正視一下 或者政府如何正視一下 因為這次 昨天 有組織聯同基層 非長者 單身的人士向立法會申訴 他們指出 自從政府實施配額和計分制度之後 每年最多只有2200個公屋單位 給一些 非長者單身人士 令到他們輪候十年都沒有望上樓了 現在已經累計到十萬人士輪候了 組織希望當局能夠增加的配合 取消年齡計分制度 隨著年齡增長 等候年齡增長 你計算的分 跳的分也會增加 有人就說 撐你的肺 我 不懂得說 你等了十八歲 等了二十年 你等到三十八歲 如果你還可以排得到單身那條隊 你想想 什麼是排到單身那條隊 首先你不會日式超標 你可能還未結婚 你拍拖 你想想 入式不超標 你又要拍拖拖的時候 你想想多難 這個簡直是 香港的單身輪功屋 簡直是SS級 難度是極難 有些人就說 不是呀 很快 我不知道他快的意思 在哪裏快 你去到七十歲排工那些都快 單身的 是不是 老人優先那些 是啊 年輕人 所以入場券起碼要放10年 尤其是現在經濟不好 又或者 賺食艱難 物價飛升 你賺得少 你根本 難聽你說 圍不到屁 如果你從數字上可以想想 你18歲 一到18歲 立即入址 申請公屋 我相信那段時間你是不是有工作 你能夠 過到入式審查的門檻就相當之容易了 你一排就排10年起跳 不是開玩笑的 尤其是現在公屋的配額又不是那麼足夠 很多人其實在 劏房不同的情況 很多人都很可憐 有時候要優先處理 加上 一大堆很有錢的 是不是 你說有錢的 亭都排不到給他 小單位就笑了 再加上這些幾個東西 真是有排排的 好了 到你排了十幾年後 我當你28歲 你28歲怎麼也有工作 你28歲就沒理由去到 我當你還是黏著家 你略略都要有些錢 我當你這10年內 我只是賺一萬多元 我不去旅行 我一上公屋就慘慘慘 賺少一點 拍拖 沒有啦 隨緣落 可能就像他們這樣說 排了10年都上不到樓 你想想 我給他10年 15年 那就加上5年了 30多歲 30多歲的人都是時候為自己前途著想 你等了15年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都可能會轉會 或者轉過另一條路走 不是 我再等 你再等5年 老實說都接近40 那怎麼辦呢 沒有了 還要找那個雞稅那麼多 可以怎樣呢 現在其實這個也是一個bug 其實說一下社區組織他們協會又表示 他說 這個叫 不適切 居所 對非常單身的精神影響調查發現 一些住在劏房板間房床位的單身人士 壓力中位數高達13分 比住在公屋受訪者高5分 前者 這一班單身的人士 住屋的壓力已經在臨界點 有超過大約一半非長者單身居住在一些不適合的 地方10年 最長的住在41年了 有單身人士倭居41年了 你真是糟糕了 老實 你都失望 18歲 41年了 18歲 住到59歲 我都排不到上公屋 大了 那我還住什麼 又是那句說話 人生70 古來稀 我還有10年就古來稀 知天命什麼都知 我沒有落合彩運我認命 因為原來我連居屋的運都沒有 那我怎麼辦呢 這件事也是很可憐的 這個報告也指出 這一班單身人士他們的居住場所除了劏房、板間房 這些之外 一些環境極差的 說到面積又小 石屎剝落、蚊蟲鼠患、通風欠階這些情況不斷發生 其實他們本身這一班主要都是基層的 猜到的 如果你想想 你一個人18歲出來工作 做到30歲 我能夠舉例 找到三、四皮一個月 老實說我都不打算排公屋 亦都排不到公屋 這件事也表示理解 既然你都在向上流動 他都迫著繼續向上流動 我相信他都會很快拍拖結婚生仔 到時候就另一個話題 這班一定是從事一些比較 基層的工種 飲食、清潔、保安 他們的月入中位數是9,300 這件事都可以估計得到 一定收入不高 目前 有4萬個非長者單身窩居住在不合切 居住環境 飽受煎熬 這次調查反映了政府 漠視非長者單身的住屋需要 而配合在這個計分制度 比較年輕的非長者單身不斷被後來居上 虎等10年 申請特快公屋偏配同樣被排斥 最後 居住了一些一人床房 床位、板間房 這些亂象 政府又打算搞一些劏房 其實中央都說要搞一些事情 不知怎麽搞 另一件事就出現了 就是睡街 我又不想住這些 其實你想想 你住的那些板格 好話不好聽 就叫做有雅遮頭 睡的地方很麻煩 一樣是危險 好像有個鬥一樣 翻風落月 不用怕 不是說不用怕 好些 這個 但是你每個月在說跌幾千元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在網上 Facebook 不知道哪個在賣廣告 可能有人留言 這樣就彈了出來 有個 我只能夠這樣說 一個成年人 打橫攤開對手 他那個是 劏房 我不知道他怎麽劏房 所謂的廚房和廁所 如果一個正常人 當你咪七 你兩隻手張開 應該廚房是頂手的 是很窄的 廚房也是這麽窄 不是開玩笑 然後廁所也是這麽窄 你要打側身進去 我估計應該是L位 還是不知怎麽 有張床 4000元 那麽窄 主要在那些地方 跳上去不會有什麽所謂的廳 他就打開門 窄到死 然後 擺到電池爐 擺不到其他東西 沒有洗手盆 你站人進去煮 你可能 一轉身就 碰牆 那一隻 4000元 你叫做有張床 有個地方給你 有個屎坑給你 撞一下屎 沖一下糧 那麽意思 所以這些單身人士 心想 我又賺不到 月入中位數 9300 你拿4000元租 這個地方 我每個月只有5300元 我不如那4000元也省下 是吧 分界了 所以為什麽那個叫做 無家者 流浪者 露宿者 這些人數不斷飆升 這也是其中一個恩友 那些有很多網民撈炮 那個盤 有人說 欣著最後那幾年 這樣選法 沒有的 有人就覺得 你不對 總有人是對的 供求的問題 這件事政府也之前說過 板間房也好 劏房也好 很難完全去 沒有了 因為始終 市場有需要 但是為什麽市場上有需要 當中就好像這些原因 單身人士上樓的速度實在太慢 這個社會 社區組織協會表示 除了說政府漠視了 單身人士住屋需要 也希望政府 當局增加一些非漲者單身人士的公屋配額 並為配額 為長期獨居的人士加分 提高上樓的機會 其實我覺得應該這樣看 如果 我不知道盤數是怎樣 按照排公屋的坡去計劃分 單人有多少 佔百分比有多大 你應該按照 看 好像這些數字 等十幾年 這一班 那班梯隊就四五年 差一半的 那是不是應該撥回資源過去 拉回多一點 不要偏頗 只是家庭人家又有老友亂 很重要的 沒理由叫人家睡街 全家睡街 一個人 一個人睡街不慘 10萬人睡街 是不慘的 可能有幾萬個家庭睡街 就很慘 我不是說政府那麼慘 但其實我兩方面都要兼顧 起樓是很難說的 有大單位有小單位 起樓方面是否應該 可能 不過如果你計成本效益 是很尷尬的 你總會他姐一天會結婚 可能真的很幸運 30多歲 40歲 一上樓沒時間 然後就拍拖 你發現房子那麼小 所以我覺得應該政府 現在其實也有做 開始把居住面積慢慢擴大 他們在起樓方面 應該怎樣去兼顧一下 會不會把一些比較舊的區 的樓 除了安置一些老人家之外 安置一些 給一些單身人士上樓 因為我們看到 有很多小紅豬 有很多網民 港媽 甚至乎內地府 等等 投訴 你又給我40年樓 有沒有搞錯 怎麼住 200多尺 不要緊 給一些單身人士住 我想沒什麼所謂 是吧 大哥 有些人就 你嫌三嫌四 不要 行馬二面再等多兩年 有些等10年就讓他上樓 我都覺得這是一個 好的方法 另外 其實這班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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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時候 放寬輸入公屋 現金津貼的門檻 令到這些非長者 單身人士 能夠受惠 唉 看看那些 簡約公屋 怎麼搞的 你多建一些 簡約公屋 你可能要安置 一些家庭的 輪候戶 但是單身人士 也很重要 我們特首方面 看看他怎麼處理 因為 計算一條數 你怎麼可以一個人 排41年 都上不了公屋 我不知道我們的特首或者相關當局 知不知道 不是說要重視這個什麼事 可能有些30年 20多年那些不重視嗎 10年那些都要重視 我們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政府都要計算一計 你不是說只建了一些 簡約當房 簡約公屋 選了公屋和普通公屋之後 你這樣加起來 就可以加快上樓 很多人 還在等 他們真的等到七老八十 那時候才有得上 我覺得不是說無謂 只不過他們過了黃金時期 公屋的原意 原意就是希望可以一個簡單 不是說很高質素 普通的質素 一個居住的地方 他們不需要擔心為住 住屋 而煩惱 他們能夠為社會而奮鬥 找多些錢 從而向上流動 這幾樣東西 亦都是公屋的原意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意 但是當你 人都過了黃金時期 五六十歲 你才能給公屋 中段時間 扔多多少錢 住在板間房 有時候扯偷地住在板間房 你也可以找很多 但是 他的支出是 五六千元一個不好的環境 你覺得 在這樣的環境 裡面的人 會不會 有一個 努力向上 有的 不多 我們之前說的內地有些大學 大學生 香港讀博士 住在 板間 八十呎 一百呎 那些五千元租的地方 他自己都哭怕 嚇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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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人都會被這個社會 打擊得很厲害 從而 可能隨著的時間 流勢都會 深淡 怎樣也好 這些事件 希望大家政府又可以看看如何處理 這個 不是說 很 first priority 但是這件事 窄了很久 我們特首都說 要盡快處理 在今屆 不要說不動 儘管看看它怎麼動 好吧 今集整理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